中年好聲音三新馬賽區 二十位入圍選手 率先出戰爭奪十二個晉級席位 而節目中年好聲音三支決戰新馬 也在九月一日晚登場 首輪晉級賽 找到由加拿大回香港的 升級唱歌老師曾路德 擔任嘉賓評審 曾路德老師一下機 直接不休息,來到準備了 對,我凌晨下機 然後馬上不敢睡覺 因為一睡覺就不會起床 知道參賽者在甚麼情況下 才能拿到你的燈? 我想其實 首先我看他有沒有可能性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 一來到就會很聰明 我首先看他是不是有可能性 還有第二件事我看他就是 他是不是在唱一首歌 是令到我都聽到 他的感情是想表達甚麼 所以又要選擇對鍵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聰明在哪裏 不聰明的又要知道在哪裏 當你是知道的 你就會避開它 還有你可以發揮到 節目來到第三季 舞台機關也升級 賽制員用盲選方式開始 選手先在燈箱中唱歌 以歌星打動評審比登 要集齊三燈才有安全進級的機會 搜集有十位選手出場 有留意海選的朋友都知道 不少選手對唱歌都很有熱情 亦不乏著唱歌手參賽 不過他們都說站上比賽舞台 那心情不一樣 對 然後比賽是不可以出賽的 所以是很緊張的 選了甚麼歌來對戰 我就選了這首 莫文威的這首 如果沒有你 其實這首不容易唱 很有感情 對 這首歌的感情就是你要拿捏得 要剛剛好 而在新加坡做演員的 58歲銀髮歲氣大叔莫建發 就表現得相當輕鬆了 以葉玉興的歌曲游唱游跳出戰 不僅震撼到大家 還獲得關鍵的賈斯洛開口大讚 我本身很喜歡看音樂 剛才我看你的表演時 有很多反映 我看當時我在英國看那些表演者的水準 哇 只不過我有一點點評論 就是尾音 那裡多了一點 都不少了 出名比分嚴格的評審伍仲恆 繼續守緊風格 選手王鄭俊仁可以拿到 五sir盞燈真是開心得飛起 他說你選的歌那麼難唱 他說技術上那麼難的一首歌 應該會對你很嚴格 我看到他按下去的時候 我真的開心得想跳上來 很想和媽媽分享好消息 馬美哥劉全文在海選時獻唱 海闊天空令網民印象難忘 作為Beyond的鐵粉 這次因為參賽首次來香港 比賽前他也有跟唱歌老師 專程去拜祭偶像家居 你今天去拜祭家居的時候 有沒有在心裡都跟家居說的 有呀…我希望我心裡有想 我幫家居說 我說我這次來了香港 來參加中年好詩音三 希望你能夠保佑我 能夠進級到走得遠一點 來吧 我心裡有一點 告辨 做到